歡迎收看今集的台灣 我是怡婷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節目將帶您去吃 苗栗師潭仙山的仙草馬漢全席 超過20種創意料理全台唯一 阿里山腳下最迷人的碗粿 每天手工製作 搭配滿料味增湯 只要佛心架 藏身在西門町地下一樓的 70年牛肉麵 手工現拉線切麵條 連續6年獲得米其林 台北零下夜市西施母女黨的 爆炒牛肉獲氣十足 大臉盆控肉是超人氣的 路邊太美味 新北板橋空特散兵的 鐵皮屋眷村味 手工捲餅Q彈有嚼勁 台灣有仙山 這個地方您有吃過嗎 在那邊有一間開業 超過70年的仙草老店 使用在地小農所產的仙草 熬出來的仙草原汁又濃又香 老闆發揮創意 研發出鹹的料理 像是有仙草板條 仙草牛肉麵跟炸仙草 還有仙草火鍋 讓很多陶客不遠千里而來 就是要品嘗仙山裡的人間美味 你好 幫您送 好 仙草雞定食 來到苗栗 市坦老街必吃的就是仙草風味餐 而這家開業超過70年的老店 可是不少陶客們的口袋名單 因為獨家秘製的仙草Q彈爽口 香氣濃郁 到外面的話都不會看到這種料理 它這個料理的話我覺得很特別 仙草的東西竟然可以做出這麼多變化 我覺得還滿心情的 到底是什麼料理這麼厲害 原來就是外頭吃不到的仙草板條 板條除了這個客家炒肉以外 還有就我們仙草是融入的板條嘛 另外就是豆芽跟那個韭菜 把自家手做的仙草板條 融入在地的客家小炒元素 堅持每一份現點現炒 這樣炒出來的板條 鹹香夠味 貨氣十足 板條一入口 有絕淡淡的仙草香氣 Q彈又紮實的口感更是一絕 可是我第一次吃到這種仙草板條 我覺得很特別 它的話是比較沒有像外面的 就是板條那麼的骨粒 但它的話是比較紮實的口感 我覺得它吃起來味道還滿豐富的 我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它炒得很香 然後它的料也很多 尤其是它的香菇 我超級喜歡的 它滿有嚼勁的 可是那個彈性又不是跟 就是跟外面彈性是不太一樣的口感 就吃起來那仙草味道還滿重的 就是如果說你撇除旁邊的配 讓你吃還是有吃到那仙草的香味 讓陶客更驚豔的 還有這一道隱藏版的炸物 一樣均勻過後 就要把它麵包整裡面去 等仙草丼穿上金黃色的外衣 就能準備起鍋 就是有時候要放一下這個光子 不然它會凝固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找到 像看它扶上來的話 就是代表已經可以的 仙草丼可以下鍋油炸 真的是前所未見 一般人家吃仙草都是吃冰的啦 燒仙草的這樣子 但是就沒有人吃炸的 那我們就專業人就說 我們來做個炸仙草 就不一樣 一次又一次弄了半個月 最主要是每天就這樣吃 試啊 一直試...就是不行啊 那個皮會爛掉 炸太久 裡面那個仙草又會跑出來 我們就是一直試哪些 哪些醬料 哪些東西來的 比較適合這個炸仙草的 這一入口萬一酥內軟 就好像豆腐一樣瞬間化開 不管是沾著胡椒鹽 還是特製的泰式酸辣醬一起吃 絲毫都沒有違和感 這個仙草的外皮很酥脆 然後裡面如果熱熱吃的話 有一種類似像流沙 還滿濃的仙草的味道 真的吃起來很厲害 其實外面沒有吃過的味道 我想怎麼... 在這邊真的有吃到 不一樣的東西 還滿特別的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 它冷掉還是外酥內軟 想說奇怪 這個仙草怎麼會去 這樣炸來吃這樣 因為你一插... 在我的印象中 仙草它只是一個那個... 對洞來... 去炸它怎麼不會乾掉這樣 品嘗到讚不絕口的好滋味 就是讓老店在地經營超過七十年 依舊屹立不搖的原因 而仙草料理會好吃 都是老闆每天一早 天還沒亮就起床製作 使用苗栗在地小農器作 無獨栽種而成的仙草 曬成仙草乾 下去熬煮成仙草原汁 之前我媽媽教我煮的時候 那時候我媽煮的時候 那個草多數也是那個比較多 那現在... 現在也真的都沒有啦 六十八歲的老闆陳天智 遵循老一輩傳承下來的手法 只用百到一到兩年左右的仙草乾 下去製作 用小火煮上十三小時 才能把仙草的膠質 完全煮出來 我今天早上兩點多的時候 過了第一次 那我現在是第二次 盡量把仙草裡面的膠質 吹起出來這樣 慢工出細活 分成兩道工序 這也是多年累積下來的寶貴經驗 才能造就出仙草完美的口感 不過時光倒轉回四十年前 那時候的它 可是一間貨運行的老闆 做貨運行做了大概五年 然後就做KTV KTV餐廳那天做 做一年就不好 就收起來就回來這樣子 四十年前 總共... 我那個總共是發了兩千七百萬 最後賠了兩千多萬收場 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師潭老家 打算靠著媽媽傳承下來的手藝 賣仙草來還債 一開始做批發的仙草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 她就坐在那個大貨車後面 看到車子就放 在苗栗北苗開始放 放到南苗市場 在做批發這樣子 她經常掉下來 她坐後面 坐後面我們這樣一直繞 一直繞 有時候沒有注意 沒有注意她就滾下來 每次出去就是四五千斤的仙草 兩個小時就要發掉 全盛時期 苗栗傳統市場所賣的仙草 有七成都是陳天志家裡做的 不過追求好品質的她 兼職使用苗栗在地產的仙草 這樣煮出來才會濃成香 外面說什麼嫩仙草嫩 其實那個嫩仙草 比我們來講那個就不行的 那個膠質不夠 你自己不敢吃東西的 一定不要賣給人家 後來因為成本太高 沒有競爭力 被許多攤商給汰換掉 讓夫妻倆很煩惱 本來就看不到錢 每個月做到就煩了 煩了這樣子 以前每個月要還多少錢 四十萬 真的是很難過啦 真的 那個時候哭都哭不出來 而且說不好聽 所有的親戚啦 鄰居 看到我們都會怕 但是為了龐大的債務 眼看就要斷炊 只能另行出路 慢慢轉型 開餐廳 更研發出鹹的鮮草料理 想到融入客家人傳統做法 拿來做瓣條 鮮草瓣條的原汁 它是由再來米漿 混合鮮草原汁 製作而成的 鮮草原汁混合黃金比例的 再來米漿 每天一早現蒸現賣的瓣條 厚實Q彈又有嚼勁 但起初沒有知名度 都等不到客人上門 剛開始的時候 我做出來的餐點沒人吃 這邊是鄉下嘛 鄉下來很省 它不可能來你店裡 消費這些東西啊 只好靠外來客啊 有時候一兩千塊而已 有時候一千塊都不放 他們不氣餒 靠著好又實在 慢慢累積好評 後來更發揮創意 研發出鮮草牛肉麵 好 這邊慢慢送一下牛肉麵 好 謝謝 吃起來這個 它的麵好像就是很Q的樣子 這牛肉也滿多的耶 對 牛肉麵的也不錯 就這樣一步一腳印花了近25年 終於把負債給還清 雖然老闆娘卸妝玉拼出一身並來 但看到老主顧們都遲到變朋友 這就是他們另類的收穫 像我做到身體都做壞掉了 我現在兩個髖關節都換掉了 脊椎也弄了二 三 四 五 結 你看我都穿著這個 不穿不行啊 現在他要靠著護具才有辦法站著 還好孫子晨陽斗也跟在晨天智身旁學手藝 這不要掉下去要注意喔 是吧 因為太平洋開始浮發 跟那個膠質開始在... 我們共同在一起 就感覺皺皺的 你可以就這樣子 這樣就給他打 大概打十五分鐘 遵循爺爺所教的手法 一點都不敢馬虎 年輕人看準時像台灣人愛吃火鍋 還研發出特色的仙草火鍋 雞骨 紅白蘿蔔 高麗菜 洋蔥 依序下鍋 再倒入仙草原汁 熬煮六到八小時 才能熬出鮮甜高湯 不管是蒜肉片還是搭配火鍋料 都超級美味 它的湯底是很濃厚的 然後味道滿多層次的 然後仙草本身的話 感覺就是帶顏色而已 然後湯吃起來有一點滑滑的 一點點 我們從淡水來的 滿特別的就是來這地方 才有見到那麼多仙草 做成鹹食的樣子 比較不會太甜 而且那個味道 在地的材料 比較會新鮮一點 我喜歡每次來台灣都是 探索一些小店 或者是一些老店 品嘗它地道的口味 來 裡面請... 對... 獨特的好滋味 讓不少人莫迷而來 開業超過一甲子的老店 也熬過新冠疫情的考驗 成家人全家齊心 努力把這老味道發揚光大 不是我對仙草有感覺 因為... 因為我小姐 七八歲就開始... 到河邊去洗仙草 洗仙草啊 洗仙草乾那些啊 一直到現在啊 產下來的啊 我們有保存 有把它發揚光大 這樣我就... 值得啦 靠著仙草 東山再起 還清負債 這樣的黑金美味 不只甜的 鹹的 都能做出不同變化 也讓人看到 成家四代人的用心 在嘉義縣中埔鄉 有一間開了近30年的人氣洼櫃 全頭乳肉內餡 竟然只賣35元 大家都說啊 超級佛心 另外老闆母女黨 還發揮創意 做出了小巧可愛的黑糖珍珠 日式櫻花更在地 阿里山烏龍茶洼櫃 而他們家洼櫃好吃的秘訣 在於堅持用 迦南平原所產的再來米 每天半夜就開始吹蒸 帶你一塊來看看 這阿里山角的迷人挖櫃 來 乾脆啊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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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一口氣就買上好多個 因為純米餡做的好滋味 不只能吃得到濃郁的米香 碗粿軟Q的口感 搭配香噴噴的滷肉內餡 還有鹹蛋黃 可讓人一吃就上癮 六個碗粿 純米餡做的好滋味 可是我阿口感很香很嫩 我覺得很便宜 對啊 然後又很實在 我們拌啊 寶寶啊 我們弄出來就比較好吃 對 我很辛苦 口感不錯啊 這個軟度也很好啊 味道不錯啊 豆腐町會買花粿跟米糕 花粿的話比較軟Q 米糕就比較紮實一點 一個禮拜一集都會買一兩次 這間店你吃多久 應該十年 從小就吃了 這家位在嘉義縣中浦鄉 阿里山公路上的碗粿老店 在地經營25年 因為用料實在又豐富 在2018年參加農糧署 所舉辦的台灣第一碗 最強碗粿爭霸賽 靠著樸實無華的好味道 奪下全國優選的好成績 獲得肯定老闆娘又驚又喜 我說賣啦 我們這麼多人 我們如果有辦法跟人比 她就說不比妳也知道 她就堅持要去比 她真的她就很堅持 她就說沒關係啦... 來比看看這樣啦 真沒中間也沒關係這樣啦 好滋味受到青睞 也讓店裡打開知名度 老店雖然不在嘉義市區 但是上門捧場的人潮 卻絡繹不絕 來 我回來了 獲得意會的湯 要去泡沫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澎湃的好料 CP值也超高 因為不少掏客上門 都會點上這樣一套 招牌的碗粿35元 搭配上料超多的味噌湯20元 只要55元的銅板價 就能飽餐一頓 搭配其他像是肉骨酥湯 也是百元有找 在這萬物起漲的年代裡 真的超級佛心 料滿實在的 它吃起來口感 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就算賣得很便宜 但是在做工跟用料上面 蔡玲蘭的把關 可說是相當嚴格 那就是你不能太少 太少裡面會乾掉 會流不出來 使用江南平原 所產的再來米 精選鮮26號的品種 純米磨成米漿 不夾任何修飾澱粉 每天清晨 現做現賣 可以熱水可以慢慢加 可以慢慢加 它才會熟 要讓它熟 它沒有熟 然後你等一下蒸起來 上面軟軟 下面硬硬的 掌握好米漿的熟成度 再來醬油 鹽巴等調味料 攪拌均勻 這時候可得跟時間賽跑 得要在十分鐘內完成才行 不要趕快拿 等一下它整架了 整架你要倒往起來 不好倒啦 會這麼堅持 挖過了品質 因為蔡琳嵐這二十幾年下來 就靠這一個古早味養活一家人 也幫忙還期家中負債 原本婚後 跟著先生一起做檳榔批發 中排商的生意 但沒想到先生愛酗酒 導致負債累累了 因為很愛喝酒 酒喝一喝回來忙忙 請到黑白粉 黑白用 人家不愛的你只怕去 人家不可能算錢給你了 怎麼做也是了解 人家都做得賺錢賺的 就是我們先生他就沒辦法 他真的喝酒喝一喝就忙忙 就黑白做 都做也都了解 那時候聊多少錢 聊幾百的啦 他是向人家借錢 人家叫他簽那個本票 他借兩百萬 一個月利息五萬多 二十多年前 負債超過五百萬 日子過得相當辛苦 每天看著上門討債的債主 真的相當煎熬 對小孩也滿是虧欠 打到我都自己也覺得很抱歉 我就跟他說 你給我老公 我一個月也沒辦法 都吃你了 很辛苦就對了 就這樣欠一欠… 所以說 我以前都沒有所謂的 回家沒飯吃 後來我們就變成隔天早上 我就是拿個二十塊 然後去那個早餐店 去買兩個菜包 因為買那個菜包 然後他一定會給我一個 那個比較大一點的塑膠袋 那個塑膠袋就是我拿去 對 國小拿去找那個 中午的營養午餐 我又可以裝白飯回家 然後我就是提著那個白飯 然後回去當我們晚上的飯這樣子 所以我大概是這樣吃的菜包 吃的整整吃的快兩年 為了幫媽媽省錢 呂一如比起同年齡的孩子們 還要早熟 不過這時候爸爸 還是吃顆嫖毒樣樣來 扭圈不聽 蔡琳瀾為了三個 嗚嗚逮捕的孩子受到的委屈 都只能自己往肚子裡吞 那是我們先生幫我打 幫我嚇 幫我命 我聽…我聽會這樣 我都想說我如果走 他們真的很可能 不然我就記住了 沒辦法 以前的人 不像現在都不會吃就吃 對不對 以前的人 就很黏的 大家都很黏的 都什麼事情都黏起來了 把家中的經濟重擔 一間扛了下來 才想到婆婆之前 教她做的古早味瓜葵 或許可以做個小生意 來維持生計 雖然是間小店 內餡用的豬肉 也相當講究 為了讓口感更加豐富 使用溫體豬的三層肉 混合防筋比例的後腿肉 下鍋翻炒 太黏了都黏不黏 還要出黏嗎 有黏出黏不黏 這一炒就是25年 雖然自炒都已經黏了 沒力氣再做下去 但是講歸講 每天準時到店裡報到 我黏了 沒辦法了 做不太久了 黏了 炒好的肉燥最後加入香菇 還得用蝦米 油蔥酥 半炒均勻 炒肉的部分呢 最怕就是讓它燒焦 它如果燒焦的話 整個味道就是會 怎麼變成焦味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人 專門在煮這鍋肉 就能倒入碗裡 跟米漿混合 靠著手工的碗粿 蔡琳嵐耗費十幾年的時間 終於還清負債 現在也多了兩個得力助手 女兒跟媳婦都願意 回家接放學習老手藝 就是黑糖加二三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比例去 然後我們就是 現在就是把它炒成 有點焦糖的口味這樣子 像是這甜的碗粿 而媳也得到婆婆的真傳 成如味的娘家 本來就是做餐飲業 從小對做生意很上手 所以不管是內場 還是外場的工作 它都一把照 對 我們用飯的 還有別具南部特色的炒麵 製作手法也與眾不同 用小火邊炒邊攪拌均勻 這樣才能讓麵條吸附醬料精華 而為了吸引更多顧客前來 女兒旅易如也積極拓點 開了分店 現在更發揮創意 研發新口味 迷你版的碗粿小巧可愛 就像變身成為日式和果子一樣 創意的發想 都是來自香港的菠仔糕 有一次我到香港去的時候 我就想 他們有一個東西叫菠仔糕 菠仔糕這麼小 菠仔糕這麼小一個 然後它其實跟碗粿長得好像 它只是縮小版 縮小幾十倍的碗粿這樣 繽紛的色彩 看起來就好誘人 粉色的是櫻花口味 看準台灣人愛喝真奶 還研發甜而不膩的黑糖珍珠口味 更用阿里山當地產的烏龍茶 做成茶香濃郁的碗粿 我們的茶是阿里山的烏龍茶 原來我們這邊是嘉義縣 嘉義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茶香 我們縣長其實還滿推 我們嘉義縣這個茶堂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你到嘉義縣來 除了你可以喝到品到好的茶 那你可以吃到很特別的茶碗粿 能夠藉由碗粿 把全家人的感情緊緊的繫在一起 他們相當珍惜 那我覺得我們家很棒的地方是 我們都是堅持 我們就是一起做 然後我們做好 然後大家分工 你是哪一怕 你是哪一怕 然後大家把自己的 獨立的部分完成 大部分人的相處時間 可能是下班之後在家裡面嘛 但我們覺得我們家最好笑 最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家去家庭聚餐聚會的時間 都是在店裡面 因為我們都在店裡面 在那裡備料 媽媽是一路來真的滿辛苦 然後就是帶著 我先生跟兩個小孩 整個三個小孩 然後負責我公公那邊的負債 然後一路這樣走來 真的還滿辛苦的 對啊 如果現在呢 就是讓我們 這一個大部分 可以慢慢接受 然後把這個 很溫暖的那個傳統美食 把它延續下去 在媽媽身上 看到老一輩女性 堅強的韌性 蔡琳瀾 用心手做的好味道 也讓她嘗到 苦盡甘來的滋味 現在年輕一輩接班 要把這古早味碗粿 繼續發揚光大 這什麼樣美味的牛肉麵 藏生在地下一樓 連續六年獲得了米其林推薦 這間隱身在台北西門町 萬年大樓美食街角落 開店七十多年了 第三代老闆 堅持純手工製作麵條 相當的有職人精神 到底這一碗 地平面下的 眷村牛肉麵 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帶你一起來看 來 裡面請 裡面有幾位 好 再來兩位 好 有喔 可以 裡面請 裡面請 來 大小牛 調半斤一碗先去 還不到正中午時間 牛肉麵店裡人聲鼎沸 人潮川流不習 廚房裡忙得像戰場 不但要眼明手快 還有眼觀四方 耳聽八方 才能應付不斷上門的客人 來 斷面喔 來 總共缺一大五小一竿 這一間人氣超高的牛肉麵店 就藏身於西門町萬年大樓 地下美食廣場 走過七十多個年頭 連續六年獲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不但是許多老台北人的記憶 許多外國觀光客 更是莫名而來 從美國 超好吃的 最好吃的 我最喜歡的 確實在是 我們從阿姆來的 真好啊 燙很濃啊 我還有其他 我從日本 非常好 也很軟 很軟 我喜歡 連續好幾年得到米其林評審的青睞 客人也讚不絕口是有原因的 湯頭是牛肉麵的靈魂 打底的精華高湯 每天得使用四十五公斤的牛大骨 五斤的牛大油以及辛香料 在鍋裡熬煮超過十二個小時 直到熬出乳白色的濃醇高湯 像我們牛肉麵嘛 我們會加兩種湯 首先我們早上熬的那個牛肉大骨湯 然後大概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肉秤好的肉 裡面就是我們燒這個牛肉的牛肉湯 所以總共有兩種湯 余懷曾說熬湯雖然費時費工 但他們不惜時間 食材成本 就是要給客人最好的 老店傳承第一代的方法 堅持骨法 絕不使用市售的牛骨粉 余懷曾從鍋鍋手上 接下這一間店 估值量兢兢業業 不敢偷懶 前面兩位 後面五位 好 來 裡面請 來 請坐 來 兩位好 裡面請 大牛小半斤 燙青菜 民國三十八年 第一代余興知來到台灣 落腳西門町 當時為了養家糊口 就在街頭賣起牛肉麵 家鄉的山東味就此成了招牌 全盛時期甚至有好幾家分店 雖然第一代努力做麵賣麵 但是因為沉迷賭博 最終換來一堆債務 付罪 付多少 五千萬 天文數字 我是賣麵條 我不是賣金條耶 而且妳要看那時候是民國幾年 對啊 那妳那時候 民國76年 怎麼不敢接啊 我覺得我這個膽量啊 我爸爸是 連快生病的時候是有跟我講 他說 他說 告訴妳啊 妳要買麵 妳才能幫我換這個債 妳要不買麵 妳出去上班 我這個債妳不要想換 妳穿得漂亮亮的 走在西門町 妳走在前面 妳倆後面就罵了 這個撈玉的女兒 穿得那麼漂亮 錢 我們錢都不換 妳那個義父 被妳罵 隻隻點點的罵 把妳罵破 妳有真在哭泣 人再窮都要活出骨氣 為了不讓別人看笑話 但是七歲接班的余姬林 每天努力的做生意 應付天文班數字的負債 三十年如一日 小時候真的會回來 就是煮麵 煮麵 因為我們家我四個兄弟 可能我自己對吃有興趣 甚至我這一代啦 之後剩下我再做這個 太辛苦了 因為我們店裡面有什麼 有擀麵棍啊 有水管啊 有椅子啊 可能妳不做看看 有皮帶啊 不多不行啊 小時候的鐵血教育 是姑子良的共同回憶 他們秉著山東硬漢精神 走過最艱困的時期 終於還清了債務 店裡除了每天熬湯頭 就連麵條都是自己製作 不假手他人 身體的力量 妳有沒有看到 妳有沒有看到我身體的力 手臂整個身體 上半身的力量都在裡面 妳光靠手臂還不夠力氣 妳有沒有看到前傾嘛 有沒有 都是身體的力量在壓 所以很辛苦 鋼中帶柔 柔中帶鋼 手勁配合麵粉的筋性 壓到枕頭般的麵團 就像小寶寶的皮膚 一般細緻光滑 等待十到二十分鐘 再大塊的分切 有時候機器壓我們手 還會去感覺 如果它壓得還不夠薄 還是太厚我們還會再擀一下 不論是打麵 醒麵 擀麵 都跟天氣 溫度 濕度有關 一切全憑經驗判斷 這裡的手擀麵就是家常麵 比一般的麵條寬而且粗 咬起來相當有口感 另外為了要讓牛肉更加入味好吃 還需要經過爆炒 洋蔥跟老薑爆香炸過 跟原本的洋蔥老薑直接下去 整個味道又不一樣 多了一個炒的香味就對了 這中間我們會再加上辣豆瓣 牛肉加豆瓣下去炒 再下去燉 加上面條就變台灣牛肉麵 炒完以後燉一個小時 燉一個小時 燉一個小時讓它顏色味道進去 燉一個小時把它鎖在裡面 你不能用直接燒把它燒爛 那個肉就會散開來 鏡頭前 余懷曾大方的公開做法 不怕人家學 他說他沒有獨特的配方 靠的就是新鮮 真材實料 還有那一份不怕吃苦的精神 他的那個麵跟其他醬比較不一樣 因為看起來那種寬的吃醬的口感 跟比較好吃的那個細麵 然後而且那個麵沒有嚼勁 我來這邊吃過幾個 就是喜歡夾他們的那個牛油 那牛油加他就整個就是 那個風味就會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有整個體味的一個效果 他的牛肉有帶勁 所以他牛肉其實算暖韌 然後他滷得也不錯 對 然後他這個湯啊 跟那個肉啊都會有味道 來吃一個 二十個先來 湯腳缺兩碗喔 店裡的招牌除了牛肉麵 水餃也是人氣商品 其實他水餃其實 皮滿紮實的 雖然用料其實也滿實在的 就是他韭菜味其實沒有到很濃 但其實吃出到新鮮的口感 然後然後吃一個 他吃得出來 吃得出來 講起來我們包餃不是我們自己吹牛 是不是 邊有幅度 又不厚 前面大肚子 後面大屁股 我包水餃是我爸爸教的 以前賣兩種餃子 還有一個白菜的 每次包韭菜 我們就很頭痛 因為韭菜是綠色 麵是白色 你弄不好一包快了 它的韭菜都露出來了 整排是不是都看起來 綠的不好看 你看有沒有 這樣就不及格 這樣被罵了 現在能笑談過往 宇吉林很感謝因為爸爸的嚴格 磨練出他們吃苦耐勞的心性 小店生意越做越旺 連續六年獲得米其林的肯定 他竟然把店交給我 當然要對這家店負責 東西不好就不賣 我都跟他們講 東西你不丟就丟客人 我們的品質就是這樣做 慢慢做 慢慢經營 維持 守住傳統 延續好味道 揉入山東硬漢精神的牛肉麵 要繼續往百年邁進 台北寧夏夜市美食林立一條街 這攤被人稱作是夜市西施的 漂亮摩綠島 賣的是現炒牛肉 大火逼出了鍋氣的美味 肉質Q彈 香氣十足 另外還有大臉盆裝的控肉 賣相超級誘人 先炸後爐的蹄膀軟嫩鹹香 從傍晚出攤就開始排隊 老闆娘周素英號稱是拼命三娘 生產前一刻都還在炒著牛肉端盤子 如今領著女兒們走條夜市 不只是有高廚藝也有著高顏值 大火爆炒 煮鍋沸騰 高湯也在爐里滾動 人潮起爆的台北瑜伽夜市裡 只和沙茶炒牛肉飄香整條街 用臉盆裝的控肉飯 不關火滷的透亮 六十年老店 總是坐無虛形 平常都排很久 排很多人 排很多只要等對不對 對 都要等 都要等 就味道蠻重的 然後不會太以油 所以就對 就很喜歡 所以牛肉吃起來很好 牛肉吃起來就還蠻滑嫩的 烤肉飯很嫩 通常都多久就是叫媽媽要帶你來吃 差不多都每個禮拜 我是新加坡來自渡假 這是空肉 第一次吃嗎 第一次吃 對 比較軟 偏鹹朗 對 蠻好吃的 不論是老客人或是觀光客 都愛吃的平民小吃 曹刀手就是老闆娘周俗英 她的攤子前不只是美食誘人 和女兒們的高顏值更是吸睛 也是織花不只長得漂亮 做生意也是必把照 來 這裡要全賭的 七桌 好 來 牛肉 牛肉呢 這裡 這裡 炒牛肉 牛肉 來 烤肉飯 身上的東西很好吃啊 長得很漂亮啊 就這樣子啊 聽了就一整天的心情很好 因為我喜歡交朋友 他看到我 他都跟我說 我從事什麼行業 我說你可以猜猜啊 從來沒有人猜對 不是美容啦 就是美甲啦 美髮師啊 什麼的 對不對 我說我拿鐵鍋的 我拿鍋鏟的 烤肉飯 沙茶炒牛肉 牛肉炒麵 重爆牛羊 熱情的大火在罩上不停歇 初餐筆快不速度 客人穿牛不惜 翻桌率超高 宛如打仗的夜市生意 要從傍晚就開始忙碌 好 要炒牛肉在後面 是 就是現炒 牛肉的東西就是現炒 你多幾年 我16歲就在零下路 然後我好像 我25歲接 接這一攤 對啊 很辛苦 很辛苦的 我不年輕啦 我六個孫了 我六個孫了 對啊 對啊 四個女兒都 都在這邊長大 然後在這邊結婚 在這邊生小孩 然後她還要以後 她們還要繼續 所以可能她們會做到 她們當阿嬤 大女兒蔡芸汐負責前台 滷肉熬湯 快炒的工作 則是二女兒蔡寒麟長廚 第三代傳人 鮮細的身材 很難想像能擔負起 夜市擺攤的粗重活 但對從小 在夜市長大的姐妹花來說 油湯工作也然是日常 早已家庭就熟 炒菜 其實我是打拔 我算打拔的 我就是 因為食物不夠嘛 所以我就是要炒菜 炒菜然後鹹醋姐姐 不然就是廢料 做了四三年 所以這會從小看媽媽嗎 從小看媽媽 對 可是我做得比較晚一點 一開始是沒有賣控肉的 是因為我們自己家常菜嘛 在吃的時候 跟客人一起分享 然後客人覺得 你可以賣這個 這一道菜 所以才開始賣的這樣子 我們也很愛吃 每天都來吃 我來裡面做四個控肉飯 無錫插鈕的控肉飯 成為招牌菜 客人最常點的就是一碗飯 配一碗湯 再來一個沙炒炒牛肉 經濟實惠的價格 成為寧夏夜市的 比吃口袋名單之一 常常是一開張人潮就不斷 考驗著周蘇英和女兒的 廚藝和體力 你剛剛看到那個是小CASE 我一鍋麵最多可以炒十一個 看有多重 十一個 十一盤麵 這只是很單純的果泰白飯 讓它比較有口感一點 因為它本身是完全 對 就是你有幫它抓過 先來炒豬爆牛 東西的好味就是取血魚的過緣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肉 你搶這塊肉 你搶這塊肉 像現在 現在腹部價一直漲 但是我還是堅持 我用的牛肉 基本上都是頭刀 還有鯉雞這一塊 就是它比較少運動的地方 我覺得比較嫩的 對 嚴選部位 逆紋刀切增加牛肉口感 天內以快炒為主 肉要嫩薄度適中 才能達到周蘇英的要求 每天一早在後場備料 除了牛肉 另一個主角 就是賣到翻的控肉 我就是要把油逼出來 然後我讓那個皮 它產生一種那個膨脹的那個動作 滷起來就會很好吃 大火逼出豬肉的鮮 鮮蔥的嗆 沒有多餘調味 先炸再滷 讓美味完全到位 到攤位上再用小火慢慢滷製 像這個蹄盆 它就很均衡 它瘦的肥的都有 它是脆的 然後它是有味道的 罵一般的那個酸筍就不一樣 我換一個 好的 女兒回來這樣幫忙 妳很開心 當然 這是我人家唯一的男丁 求之不得 找腳太罵了就被釘了 被罵了 媽媽會嚴格 當然 我媽嚴格 你們嚴格 你們嚴格 周蘇英的夜市人生 紮紮實實是苦熬而來 16歲開始轉夜市前 當年娘家的攤位賣的是過魚湯 因為尚有大哥大嫂 周蘇英幫忙的性質居多 分口一個機緣 隔壁的炒牛肉攤阿姨想要休息 問周蘇英和老公要不要過來接手 開創自己的事業 記得那年是民國77年 一個小攤子 一家人的打拼就怎麼開始 因為在寧夏夜市在早期 我這邊還有八大行業 所以我們就一直拼拼拼 沒有三點是沒有收的啦 兩個夫妻啊 就像陀螺一樣 一直賺 整天都在賺 我是從往死裡走的 往死裡做的 一個月要休一天我還不要 懷孕當然還在做 我肚子疼了都還在做 我肚子疼了 腎痛了你知道嗎 我還牛肉端著說 誰的牛肉 誰誰叫的牛肉 做到生的情形 對 也不知道這個怎麼挨過了 我意志力真的太強了 闖蕩夜市 周蘇英把小攤子做出成績 生意越來越好 女兒們體認爸媽辛勞 也都願意留在家裡幫忙 而先生的一場病 更加確認了世代交棒 下菸就有癌死期了 很快 那時候嚇到 嚇到沒辦法接受 但是還是要面對 那我就跟小孩說 那從明天開始 你們就要上漲了 就要上來了 他真的是很壯的 他年輕很壯 很帥 可是我爸爸生病的時候 就是 我不敢看他 他第二次又復發的時候 他說他不想治療 然後我當下不知道說什麼 我是想要給他力量 但我不知道我要怎麼給他力量 我想要跟他說 你活著就是給我力量 那如果你這樣子 很恐怖啊 但是姊姊一直給我力量 他跟我說我們努力一點 我們既然選擇回來接 那我們努力一點 有了女兒們當後盾 周蘇英可以專心幫先生養病 也走過了最艱辛的治療 已慢慢康復了 蔡芸汐和蔡凡林 承襲得不只是父母的好手藝 也是一份打不倒的信念 媽媽給我最大的影響 太勇敢了啦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她耶 不會努力成為跟她一樣的更人 能跟她一樣的更人 我做路邊攤我驕傲 這就是台灣小吃最感動人心之處 在新北板橋 有一間在杭阿萊的超人氣眷村美食 店內的餐點幾乎都是出自 老闆高成浩之手 純手工現桿現做的面食小吃 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來 牛五花會先在煎台上炒過之後 再用噴槍炙燒 加入牛肉湯 讓湯頭啊更加濃郁 而手工現桿的捲餅Q彈有嚼勁 份量也很有飽足感 煎到表面焦黃的韭菜盒 皮薄餡多用料實在 讓很多人一吃就愛上 外帶 好 今天外帶 一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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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的 寬的 細的 好 然後 牛肉絕餅 那姐姐要吃什麼 妳先幫我換個單 好 稍等一下 快好了 客人入序的上門 由鍋肩排滋滋作響 看喧鬧聲 吐成美麗的樂章 只見高程號 忙碌的手不曾停過 火力全開 滿足韜客的舌尖欲望 這一家的那個牛肉捲餅 牛肉湯什麼都很好吃啊 它的味道不錯很道地 差不多一個禮拜一次 我們時常過來啊 我們住在這個附近啊 那麼大碗的 這個叫物超所食啊 口感還不錯 很久沒有吃到這種味道 滿Q彈的 因為好像看它都是少工作的 現在也很少吃到這種 讓人讚不絕口的眷村美食 就位在不起眼的巷弄裡 鐵皮屋 矮房子 藍綠色的外觀 彷彿回到那一年的眷村時光 超人氣的捲餅 經過乾燒的麵皮 麵香純粹 搭配牛肉 蔥白 口感豐富 具有多層次的滋味 韭菜盒餅提煎到焦黃酥脆 斑斑的花色 療癒淘喜 搭配內餡清瑞韭菜 吃起來鮮嫩多汁又爽口 我是高雄人 然後 小時候是住在高雄大寮的 京東四村 是在眷村裡面長大的 小時候父母親 就做一些炸醬麵給我們吃 因為那種東西比較 我們眷村常常在吃的東西 所以說有時候在做的時候 就會想到那個畫面 人家都說味蕾的記憶 來自對食物的印象 是思念也是相愁 眼前這位長相挺拔 看起來很有個性的 就是老闆高稱號 這個是我要炒的牛肉 裡面的配料 就有老薑 洋蔥 辣椒 蒜頭 大概就這些 這個配料大概要炒到 按照這個活度的話 大概還要再炒個五分鐘吧 要炒到它的洋蔥 老薑 有點偏緩的時候 它就代表它差不多 已經味道已經入味了 現在就馬上去炒別的動作的話 那它的攤頭就沒有可能 沒有那麼好喝 不到三平大的空間裡 只見高稱號不慌不忙 有著自己的節奏 不過剛看到它的時候 一身短衫平頭 外加西裝褲的打扮 總是很難把它跟廚師聯想在一起 我習慣穿西裝褲 真的喔 以前也當兵也都穿西裝褲 所以我也覺得很輕鬆 你看一下我的頭 我也習慣都剪短頭髮 就算我退伍了 我還是要剪短頭髮 小時候不愛念書的高稱號 高職畢業之後就去當兵 當時因為沒有一技之長 為了不讓父母擔心 就決定當職業軍人 我在陸軍韓特部 我們在屏東散兵 大概有做了七年八年吧 剛好有徵選 應該是說先到國防部警衛大隊 那時候國防部警衛大隊 其實就是做元首的維護 對任總統條約有一些編制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單位就縮編 那變成說小編主 那時候夥伴都全部都拆掉了 那我們的組長 就找了兩個很菜的人 就是我還有另外一個學弟 就都不會夥伴的 都連菜都沒有拿過的 然後就叫我們兩個人去火房 然後找一個士官團帶我們 從來不進廚房的高層號 連切菜都不會 被逼著從門外漢開始學起 還鬧了不少的笑話 因為我們都不會煮菜嘛 所以說有一次我們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看那個菜單 就是那個名稱 然後學長有時候開菜單的時候 他寫菜頭 那菜頭 我跟學弟還在一直考慮說 菜頭是白胡蘿蔔 我學弟說不是 他說白胡蘿蔔是殘條的 菜頭是另外一種的 所以那時候我學弟還打電話給他媽媽 他說媽 問一下菜頭跟白蘿蔔有沒有一樣 連菜都傻傻分不清楚 就被趕鴨子上架 還好在眷村長大的高層號 憑著兒時的記憶 加上苦學 慢慢的練就了一生的手藝 決定退伍之後 就開一間眷村麵食館 炒牛肉的話 我們老薑這些配料炒了 差不多的時候有沒有 那我們就要炒那個豆瓣醬 加豆瓣醬 加豆瓣醬的話味道會更香 不過要炒過 沒有炒過的話 就沒有那個味道出來 我的中藥配方 用的比較少 像你炎茶這一道 室友跟師傅學 還是你自己在這裡 通常都是去看人家去學 學人家怎麼做 那你回來之後再去做調整 炒了差不多 我們現在就可以放我們的乳包 然後等一下還可以放蔥頭 我都放三包乳包 那都是特地去到這個宗教行情 他幫我搭配的 除了到處去餐廳觀摩學習 高山浩還加以調整 不習成本 就是希望讓客人嘗到 互超所值的美味 兩個牛肉捲餅 跟一個招牌 像一些外面日式的料理店 也是一樣用炙燒的 那我就繼續去學習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這種做法是不錯的 喝起來那個攤頭的話 就有那種炙燒的味道 對 我自己就還滿喜歡的 那我相信別人也會喜歡 除了炒餡料熬湯 高城浩還每天親自手工揉製麵團 麵粉和水的比例 要依照天氣溫度濕度 各有不同的比例 這全憑經驗 這三個是要做韭菜盒用的 韭菜盒的餅 因為捲餅然後蔥油餅的話 會加一些椒椰跟蔥花 韭菜盒的話就是不能加那些東西 我覺得小店的好處就是 他們就是現場濃熱麵團 然後現場煎 尤其是像這個地瓜千層的話 它其實剛上來的時候吃那個 有那個鍋氣 就是立刻有那種焦香味 然後熱熱的吃 然後就變成說麵團的那種香氣 然後地瓜就一點甜 把它整個帶出來 我們常常來吃 麵很Q 它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甜餅它很好吃 它吃起來不像一般 好像硬硬的它很味 它很吃 做到後面的話 會越來越有成就感 然後做到興趣出來 無心插柳的廚藝 經過苦心鑽研 受到客人的肯定 慢慢地做出口碑 無時的庶民小吃 不但有著眷村家鄉味 也有著那一份濃濃的人情味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仙山裡的仙炒大餐 老闆陳天志 嘗到苦盡甘藍的滋味 以及挖柜老闆蔡玲蘭 堅持每天現做 如今成了阿里山公路的美味休息站 這一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您接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 一起上進 以及在台灣YouTube 按下訂閱跟分享 我是怡婷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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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